喇叭声响起 跑者们天还没亮就卖力冲刺 台南古都国际马拉松 原定3月1日开跑 但碰上新冠肺炎疫情 现在确定延期到10月中旬 要延期到今年的秋天的10月份 12月举办真文马拉松 那正好可以把这个马拉松 其实主办单位先前已经劝退 从中港澳日本新加坡等国入境的选手 参赛者从2万人降到1.2万人 但民众的担忧未除 台南市府与一届讨论之后 也顺意名义拍板延期 因为就怕大规模的路跑活动 潜藏群聚感染的风险 其实全国各地不少赛事都有所调整 高雄港都杯田径赛 虽然照常在2月26日到3月1日举办 但确定取消开闭幕仪式 而今年在辅大举行的企业排球联赛 改采闭门方式比赛 各队只开放15名亲友入场观赛 而原本计划在3月28日 帮身心障碍者募款 才举办的美扇杯工艺路跑 现在因为停办衍生出250万元的资金缺口 今年要募的金额是2900万 尤其是现在那个经济情况将来会如何 我们也不知道也是一个危机 我们就是不断地努力 也是相信还是有很多人也要帮忙 防堵疫情破口现在雷厉风行 不过冲击效应已经从上到下 有如连一般持续扩大 欢迎订阅员为力庭台南报导